2023年澳洲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已经刚刚发布了 这份财政预算案其实对于在澳洲的很多华人来讲其实挺息息相关的 所以今天我想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份财政预算案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 尤其最后我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对我们房产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你好我是罗帅带你有买家视角看澳洲地产和财富投资 那么这次财政预算案非常有意思 因为在过去的15年里面是从来没有财政盈余的 那么这一次居然做到了 也就是在上一个财年的时候居然政府花钱以后手上还有多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 当然多其实也没有多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在08年金融危机以后 澳洲的每年的财政预算案都是花的钱比自己赚的钱要多的 上一个财年可能因为铁矿石各个方面的资源价格比较稳定 而且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整体下来整个政府还是有盈余的 当然对于明年还有之后的预算 他们还是会认为可能会有一些亏空 然后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澳洲的财政的赤字其实是在不断的增加的 也是从08年之后赤字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 现在整个澳洲的财政的赤字 已经是达到了整个澳洲一年的GDP的40%左右了 当然在其他的发达国家来讲还是比较低的 但实际上这个数字相对于15年前已经高出了非常多了 这份的财政预算案我就不做太多的这种解读了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频道应该都做过类似的这种 关于财政案的一些报道还有描述等等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专注于对我们在澳洲的华人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想从生活的成本方面去说财政预算案 那么政府现在是拨款了就对于大概有500万澳洲人可能会享受到 就是有一个账单的500澳币的一个减免 当然这个其实跟我们大部分的华人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除非你家里有老人之类的一些 而且说老实话一年500块钱其实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可能你去超市去个两次也就没有了 尤其是如果双方都在工作的话 那么这个补贴其实跟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像我自己就拿不到这种补贴了 然后新的财年里面澳洲政府对于家庭的小额的这种福利 叫做Fringe Tax Benefit 这个其实已经做了一个特别重大的调整 基本上双方的收入如果超过了10万08千澳币的话 就拿不到这个补贴了 如果你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话 即使你有三个孩子的话 你的最高的收入也不能超过14万 否则的话这个补贴也好像受到了影响 当然我不是税务专家 最好你适合你的会计去确认一下 你下一个财年可能会有什么变化 然后还有一个政策也是关于税务的 这个可能是几乎有一半的澳洲家庭会受到影响 就是在之前的自由党的政府的时候 其实每个家庭它会有一个额度的税务的减免 那么这个税务的减免也会从下一个财年开始取消 当然了这个税务减免之前主要是针对于 年收入在12万6以内的这些人群 那么现在这些人群的减免就已经完全没有了 当然生活成本方面也不全部都是坏消息 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讲 其实最重要的两个东西还是关于医疗这方面的 一个是你去药店买药的时候 你可能每年支出可能比以前会要少很多了 因为现在有些的处放药是只能一个月拿一次的 但是将来可能会允许两个月拿一次 但是对于你出的钱来讲几乎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所以对于经常使用处方药的人来讲的话 可能会节省不少的一笔钱 然后其实还有个更重要的可能就对于很多人都息息相关的 其实就是你看医生看家庭医生的这个钱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看家庭医生其实越来越贵了 很多的家庭医生现在都不去接受Buck Billion的这种方式了 那就像我之前我有一个家庭医生 他就是接受Buck Billion 也就是说我每次去找他看病的时候 或者我带着家庭去找他看病的时候 是不需要花任何额外的钱的 但是就是从去年开始 他已经开始是需要额外的收费的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Buck Billion的政府的补贴已经好久没有涨过了 我们的生活成本 然后公司的运营成本越来越大 所以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保持Buck Billion 所以这次政府的改革 其实事关每一个人可能会让真的很多人重新又看得起病了 因为政府这次会把家庭医生的这种补贴的提高 而且提高的比例是之前的三倍 这个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可能会生个病 就去看个医生 或者说我们的孩子可能要生病去看医生 如果说经常没事的时候都要花个100多块钱去看医生的话 其实这个费用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当然这笔钱如果说能找到一个能够全额报销的这种医生的话 当然这个对于整个家庭的财务来讲 其实也是有个比较好的作用的 然后如果说你有5岁以内的孩子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需要送的childcare托儿所的话 那么就是说你接下来从政府那边拿到的报销可能也会更高一些 这个不仅是低收入的人群会享受到更多的一个补贴的比例 那么对于一些比较高收入的人群来讲的话 那他们也会相应的提高他们的这个补贴福利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挺公平的 因为其实对于很多的女性来讲的话 他们有时候必须要在照顾孩子或者工作之间做出选择 但是因为他们去工作的话 提高了整个家庭的收入 反倒导致了他们去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的这个价格 也提高了特别多 结果他们一算账 这样不划算 我还不如在家里就是什么都不干 这样的话我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的话 几乎是全额报销的 我只需要出非常少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我去工作的话 那么也许我一年要付给托儿所的费用 可能也得有一两万甚至更多 如果一个孩子还好 如果有几个孩子的话 可能这个费用真的还不如在家里看孩子了 所以托儿所的费用的补贴提高 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女性回归到职场 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不是说没有男性在家里带孩子 但是整个社会现在的事实 就是有大量的女性 其实就是在家里 没有办法 他必须要去为这个家庭做出很多的付出 还有一个对于很多单亲家庭来讲 是一个好消息的 就是说现在你的孩子 如果说到14岁以内的话 都是可以受到政府的一个补贴的 而之前只有8岁以内 才可以受到政府的补贴 从以上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政府在帮助弱势群体这方面 还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的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如果不是弱势群体的话 那么可能我们其实从预算里面 是拿不到太多的福利的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收入方面 在收入方面有个大的幸福 就是在养老医院的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的收入是获得了15%的增长 这个是非常夸张的 是远远超过了通胀的 因为他们把过去几年的被压制的涨幅 全部还给了这些养老领域的工作者 那么收入的提高 其实对于整个经济的运转也好 还是对于房价来好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因为房价其实最终还是要看负担性的 当然收入越高的话 负担性也就越好了 一会儿我会讲到房产这块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跟收入相关的 这个其实是和养老金相关的 当然这个信息我看到以后 我是其实不太喜欢的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事实就是这样 而且我们作为一个雇主 也必须要去遵守 那么这个是什么 我先跟大家去讲一下 在现在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雇主 需要给员工发工资的话 那么我们只需要每三个月 给他发一次养老金就行了 就是他三个月的工资的养老金 我们只需要每三个月 每个季度发一次就OK了 那么当新的政策实施以后 就是我们每一次发工资的时候 不管你是每个月发还是两周发 那么你每次打工资的时候 那么你相应的养老金的比例 就必须要打到员工的账户里面去 那么对于公司来讲 这个限制流肯定会差很多 所以对我来讲可能是个坏消息 但是对于员工来讲 这肯定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你收到的钱会提前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会把你的钱提前放到养老金里面 去产生它的利息 这样的话当你退休的时候 你其实获得的养老金 虽然说公司给你打的钱 可能是一样的 但是你获得的收益 可能会比之前要高很多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改变 根据政府的预测 就是对于一个年轻的工作者 等他退休的时候 这里面的差距可能就有5万澳币之多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一次的改变 就是对于技术移民这一块 就是临时技术移民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和公司的 雇主担保有关系 也就是说当你的收入 达到了5万3千9一年的话 那么你就是可以符合 临时移民的资格的 但是新的政策 会需要达到7万澳币一年 当然这个也是反映 就是真正的 什么是短缺的职位 因为之前过去有这个政策的时候 已经是很久之前了 5万多将近6万块钱 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职业了 但是现在就是你5万多 其实是一个很入门的一个职业 那你很难去说这个职业 在澳洲本地是招不到的 你必须要在海外去招 所以这个也是反映了 就是现在的实际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相信这个政策 也对于一些新移民来讲 是有好处的 尤其是现在这些正在奋斗 为了PR还在奋斗的小伙伴 也许你在雇主那边 可以拿到一个更高的 一个属于自己合理的一个收入 那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坏的影响 就是说对于雇主来讲 他是否真的愿意支付这样的一个工资 他有这样的工资 他是否愿意去当地招人 所以对于临时签证的这些拥有者来讲 可能更多的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当你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的时候 你的雇主肯定是愿意花这个钱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生意方面 这些方面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改动 那生意方面主要是给小生意有一些补贴 尤其是对于能源方面的补贴 那当然能源方面的补贴 很多的时候是针对于这些零售业的行业 比如像餐馆等等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的能源可能用的比较多 对于一般的这种做服务行业 可能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小生意的税务的减免 那像在疫情之后 这一块其实政府是做了一些调整的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那么你这个设备 其实是按照每年折旧来算你的现金流的 但是如果在过去的疫情期间 你是可以直接买一个几万块钱的设备 甚至像去年的话 是15万以内的设备都是OK的 直接可以就折旧全部write off 那这一笔钱就可以全部算在当年的亏损里面去 但是从新的财年开始 这个数字就下降了只有2万澳币了 当然聊胜与物对于有些的小企业来讲的话 如果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福利的话 那总是比没有好 同时他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个额度 去购买一些生意上用的一些工具的 这样的话也是会更多的刺激整个社会的消费 这个也是有好处的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看到就是对于诈骗这一块 比如电信诈骗 就是发短信诈骗 政府也会投入一些钱 尤其是跟这些电信公司去合作 去搞这种白名单也好 或者黑名单也好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势在必行 因为我也做过几期视频 就是关于讲这个的 就是很多的这些老百姓 就是因为对于不够敏感 或者说警觉不够 结果从这个里面亏了很多的钱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 其实对于这种电信公司来讲 一定是有手段的 只要是给他们足够的压力 他们一定能够想到办法 怎么去尽可能的杜绝这些东西 因为老百姓有时候赚钱真的挺不容易 因为你有时候这样一搞一条短信 可能就让一个人的很多年的集训 就全部功亏一亏 然后这个钱走了以后你找谁都找不回来 刚刚又收到一个诈骗电话 政府赶紧管管吧 还有一些有一次的事情 就比如说对于电动汽车的行业的发展 还有轻能源的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岛政府 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还是挺大的力度的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因为其实澳洲的资源其实挺多的 但是一直是依赖化石能源的话 我相信对于将来来讲的竞争力 还是会有一个门槛的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那么澳洲其实在这方面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应该不要落后 好的 那么现在来说一下关于房产这块的事情 房产这边最大的一个改动 其实就是对于首次置业 那么其实现在首次置业已经扩展了 包括一些过去的十年里面都没有买房的这些人了 而且之前首次置业迷买房的话 必须是你自己买 或者你和你的配偶去买 现在这个已经扩张了它的范围了 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买都是可以的 甚至你跟你的好朋友之间一起去买首次置业的房子 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可能会有超过两家人一起来负担一个房子 这个其实对于年轻人的可负担性来讲 让他们提早上车确实是有帮助的 同时这个政策现在不仅仅是针对于澳洲的公民 就是澳洲的永久居民也是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的 这个Fest Home Guarantee 也就是说你只需要最低的话 只需要出5%的首付就可以买房了 所以会应该刺激到更多的人进入到房市 当然其实这个还是挺危险的 就是当这个价格如果一旦出现波动超过5%的话 也就是说你一分钱的净资产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你拥有的债务可能是比你的房价还要高的 所以就是买到什么样的房子 你是否能够买到一个优质资产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政府投入比较大的 其实是Build to Rent 这个其实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 主要是针对于那些大的机构 他们会去建造一些可负担性的这种租房 去给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同时他们也可以从这个里面去获利 他们现在也是很鼓励海外的资金入场 甚至给了他们很多的税务捐免 他们的收益的税也从30%降到了15% 这个会促进更多的这种海外资金来加入游戏 给澳洲提供足够的房源 因为现在澳洲真的是很缺房子 尤其是租房这块真的是不够 那么对于租客的补贴其实也是有一些的 那么像有些的低售人群的话 他们其实是可以拿到政府的Rental Assistant 就是租房补贴的那么租房的补贴也会提高15% 当然有些人会质疑说你把租房补贴提高了 会不会房东就把他的租金价格也提高了 当然但凡是懂一点点经济学的人 应该不会这么问问题 因为其实整个的租房的市场 还是要靠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政府给再多的钱 但是如果房子足够多的话 其实租金也是上不去的 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房子太少 然后租客太多 因为有很多的新移民加入了整个房市的租房大群 然后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红色的这个是租客的收入 然后蓝色这个是有房租的收入 那么从整个收入上来讲的话 租客的收入平均来讲 确实是比自住房的要差一点点的 所以政府也是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支持 让他们在住房方面能够更加稳定 不管怎么样 对于投资人来讲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说你的租客确实是有能力 租到一个更好的房子 或者说他有更多的能力去支付他的房租 然后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政府的这些政策 主要还是在专注的帮助这些低收入人群 以及有需要帮助的这些人 那希望他们不要被社会遗忘 那当然这个本来也是工藏的一个宗旨之一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正确的一个事情 虽然我自己本身也是投资人 我也是希望资产价格无限的上涨 对不对 但是做这些事情你为了什么 你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 因为最终怎么讲 你还是希望这个社会更加的公平公正 然后每个人都能得到更好的一个待遇 大家都能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自己更加喜欢的事情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要做买家代理的原因 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支持 能够帮到更多的澳洲的华人 去通过地产累积财富 去获得他自己将来想要的一个生活方式 然后第二点就是人们的工资 现在确实是在增加的 这个其实对于个人来讲确实是个好事 对于公司来讲 可能有时候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 因为公司也是希望控制成本 而很多的公司来讲的话 人力成本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成本之一 当然现在因为有很多的新移民入境 也确实可能会让这些公司有一些缓解 就是不像过去的一两年 你们那么难找到一个优质的员工 因为毕竟如果对公司来讲 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员工的话 其实很多公司是愿意付一个特别高的价格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觉得接下来首次之业的市场会依旧的火爆 其实现在首次之业的市场就已经很火爆了 但是接下来的政策只会去继续的火上加油 现在的房子本身就不够 所以接下来的话 不管是对于投资人来讲 还是首次之业的人来讲的话 其实你必须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可负担的市场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08年的时候 之前其实是没有澳洲的首次之业的一些补贴的 08年经济危机以后才出现的 而那个时候一旦引入了首次之业补贴以后 澳洲的整个房价就一飞冲天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投资人让房市的价格上涨了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其实是自住房的买价 让整个房市的价格往上涨 因为投资人对价格是很敏感的 其实自住房子买价的时候才不敏感 因为我买过很多房子 其实有时候每次买不到的时候 都是因为有个自住买价 出了价格比我更高 而且现在就是首次之业的价位里面的房子 确实非常的紧张 像我最近刚刚是帮一个客户在西奥买了一个他的首次之业 他的预算也是比较低的 大概也不到60万的一个预算 当时我们帮他看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房子 这个房子就是很夸张 去了以后有30多组人在里面看房 最后大概三天以后就收到了7个offer 当然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offer 当然我们的价格也不是最高的 是第二高的 我顺利的帮买家拿到了这个房子 但是对于很多的其他买家来讲 还有6个人现在还没买到房子 那他们又会回到这个房子里面去继续找类似的房子 那么现在这个房子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可能会继续的保持活跃 价格可能会继续的稳波的上涨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第4点了 就是对于很多首次之业买家来讲的话 千万不要一股脑的为了政府的补贴也好 为了什么一些所谓的这个樱头小利的福利也好 往里面去冲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 很有可能会成为韭菜 你要知道就是有些的补贴它不是白给的 它给你的是因为它希望能够换取你 接下来十几年里面的一个劳动的心血的 比如说有些的这个州的首次之业补贴 会有给新房的补贴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拿着去买了新房 很多时候你可能买的这个新房 十几年里面都没有什么涨幅 或者涨幅非常的小 跑出了大盘 那这样的话 就是你十几年的这个劳动付出 就是在为社会打工 自己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你买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要知道澳洲靠投资房去做的非常成功的人 其实不足10%的 所以你就要看你是想去做分子还是做分母了 然后第5点其实就是关于澳洲房产投资人 其实现在因为加息 其实导致了很多的买家的需求被抑制住了 但是并没有消失 他们其实只是说在慢慢的找房 总觉得因为我现在找房利息比较高 所以卖家会比较着急 所以我就可能去压价等等的 但实际上真正的好的房子 现在根本轮不上这些人去压价 但是现在利息的进一步的上升 也是会导致我们投资人有一个更好的窗口 去购买一个不错的优质的资产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现在因为加息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所以很多人对于成本的上升 其实有一点点麻木了 但是对于刚需房产 我刚才讲了就是非常的强势 它还是非常的强劲的一个市场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投资的话 一定要注重 不管你是在哪个价位去买房 你一定要关注什么样的房子 是别人的刚需房产 因为你只有当买到了别人的刚需房产的时候 你下一个买你房子的人 可能就是下一个自住房买家 或者租你房子的人 也是一个长期希望租到你这个地方的 一个自住房买家 那么这样的话 你的房子才有可能获得最好的升值 好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的话 麻烦点赞 或者转发到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圈那边 第一次看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以后 关于澳洲房产和财富投资的今天的视频了 对了 如果说你现在还在买房的话 千万不要下载这份 我为你准备的澳洲房产检查清单 让你快速的了解 在澳洲买房需要注意这些事项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